可以切到这个衣服,上礼拜这个衣服的部分我们是有讲到这一部分 那里面当然还有多重的,还有VBA的,还有加颜色等等 那这些东西在云段上都有,可不可以回去再复习一下 那今天的话我们接着来看那个增减体重百分比 这个所谓的增减体重的意思就是说 比如这个女生,她的体重是45公斤 可是她应该标准体重是57.4 所以她应该要增加这么多,这是她需要的 那我怎么知道说这个人到底她的体重是 这个代表是她过瘦啦,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人到底 她的身材是标准或者不标准 那当然这地方的话我需要一个逻辑判断 那我需要判断的,当然如果我以不标准为基准的话 那哪些是不标准呢 理论上是如果增减体重百分比 如果是大于5%算是过瘦 小于的负5%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过胖了 中间这一块呢表示是标准 OK,所以逻辑上 基本上当然我要怎么去下这个逻辑 那如果在那个一定是有,这边有提示 if 再加偶尔 OK 那当然你也可以改一下 如果用if再加and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and也可以 那and的话当然就是逻辑是颠倒的 就是它是什么啊 它是必须要大于5% 而且 而且哦 要小 不是,应该是小于5% 而且大于-5% 这个区块 这个是连击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用and OK 那刚刚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方向 跟这个方向呢 它不可能同时成立 所以是偶尔 OK 好,那如果要下两个逻辑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一定是插入函数 使用逻辑 逻辑里面if 那if的部分 因为我可能两个逻辑 两个逻辑你可以再插入偶尔 不过我的习惯是 我直接先打个or就好了 因为其实偶尔 这个函数蛮简单的 那你再插入一个函数 会等于又多一个四窗 我觉得不方便 我习惯是 先打个偶尔 钱瓜糊 这个除全格里面的资料 如果大于5% 第二个条件的话 你就加个逗点就可以了 那偶尔最多可以255个 它底下有个叙述 它说明里面有讲 你可以逗点逗点 有很多的偶尔 那这里的话 当然我们只有两种 所以直接逗点 小于副板之五 大于板之五 或者是小于副板之五 这两种的情况 只要是其中一个为处的时候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它的身材就是不标准 反之的话呢 那就标准 所以我这边的话呢 我就输入 不标准 OK 反之的话呢 就标准 要把那个 那这个为true 这个为false 就是说它这条件 其中一个 单单就过胖或过瘦 不标准 反之就是标准 所以按确定之后 那各位可以看到 往下填满 结果就出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些当然 这些都是 刚刚讲的那个逻辑 标准的部分 一定是在正负 百分之五之内 才是标准的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 假如说我希望这个逻辑 我不要用偶尔的逻辑 我刚刚 当然这些地方 题目里面是用偶 但如果你用and的话 其实也可以做出来 and的逻辑 基本上 那你其实有时候 我习惯上画个图就知道了 这个方向 而且这个方向 这两个都要同时 为true的时候 那你才会出现这个结果 那当然这个地方 我才会用and 那我习惯是也是把偶尔改成and 然后呢这个地方当然 我把这个方向改一下 它必须要是大于5% 而且小于 跟这样 是大 应该是 小于 嘿嘿小于 然后 这个是要大于复版之五 这两个同时成立 成同时为true的时候 然后它就会 如果是true就会标准 反之就不标准 所以呢我把这两个 把它颠倒一下 OK 好 按确定 那基本上 当你判断出来结果 放开 应该是一模一样才对 有没有一模一样 所以基本上 当然逻辑的判断 其实没有一个 所谓的标准答案 有的时候你思考的方向 不 虽然不同 但是可能结果是一样的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有关那个 逻辑部分 所以请各位想一下 if 用偶尔 或者用and 两种 那做完之后的话 当然可以再思考一下 其实当然想这个 逻辑 有的时候挺麻烦的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VBA 还记得吧 也许你在旁边加一个按钮 两个按钮 一个按下他一个清楚 好了 另外呢 也许是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也许有一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函数 那你给他什么 给他这个增减体重百分比的资料 那他给你一个到底标不标准的结果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 内建函数 if 跟偶尔 或者是and的练习 试试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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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